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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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必須要在做一些體力勞動之前 大概四到六小時先吃了某些特定的食物 之後再做一些體力的運動 可能是有些是運動慢跑啊什麼 或者是像我們的這位病人是洗車 或者是他整理院子 那他去菜園裡面工作 那這個也算是體力的勞動 之後呢就會誘發 那在台灣最常見的就是小麥 避開所有含小麥的食物 那這不是只有麵粉 包括鼻乾啊西點 只要是小麥類做的都避開 那避開之後就 充值就再也沒有發生過 常常是碰到過敏原 那一般都在幾分鐘內 那可能這個過敏的人 就開始覺得不舒服 那比較典型是可能他會先覺得喉嚨癢 手癢或者是很熱 但是因為習慣異產破張的關係 接著體力不吸困難 然後很快就會 因為血壓下降就倒在地上 同時重要的器官 血液貫注都不足 那當然就有可能造成死亡 那大概從10萬人4個 增加到10萬人15個 以食物來講 我們碰到最多的是花生 跟堅果類 那不久前我們也碰到是吃腰果 那他吃了腰果之後 就發生很厲害的過敏性休克 被送到我們急診室來 如果曾經發生過全身性過敏反應 不一定要到休克 只要當時他的過敏 有皮膚加上呼吸道 或者皮膚加上腸胃道 或者皮膚加上心臟的症狀 那我們就會建議他隨身 必須要攜帶一支腎上腺素的 自我注射筆 把叉燒拔掉 那也不需要消毒 不需要把衣物除去 就立刻注射在大腿上面 那這樣子可以 爭取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注射完還是要送醫師 因為大概25%的過敏性休克的病人 他會有雙風型的發作 就是第一波發作完 他救回來 大概隔4到6小時 有些人會在第二波 他不一定要碰到新的過敏人